今天,我是准备在水沟里打水浇菜的,突然发现水里怎么有一个东西冲下来了。 这是什么呀?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水里呀? 我的天哪,这不是一只好小的大甲鱼吗?这里怎么会出现一只这么大的甲鱼?难道是我今天踩到狗屎运了吗? 也不知道这个水沟是什么情况,会突然出现一只甲鱼,咦?水中怎么突然有一个黄色的东西被冲下来了? 我去,怎么是一只黄色的小王八呀?这水沟怎么那么奇怪,怎么会有这么多好东西被冲下来呢?你们知道是什么情况吗? 话不多说,就继续上去看看这个水沟还有没有好东西吧。 就在我说话的瞬间,又看见一个绿色的东西被冲下来了,竟然又是一只绿色的小王八。 我今天的运气是真不错呀,难道说我今天这是要发财了吗? 也不知道今天这是怎么了,之前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 我去,你们看看,怎么又有一个东西被冲下来了呀,竟然又是一只好大的小甲鱼呀。 我今天的运气是直接爆棚了吗?看看这甲鱼还挺大的哈。 刚刚那些好东西好像就是在这个流水口被冲下来的,真的是太奇怪了。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,怎么还会跑,跑得还这么快? 把它抓起来给大家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吧。 有人认识吗?看看它的肚子还是红色的,你们有人见过吗? 见过的话告诉我一声哦。 你们大家看看这里就有点奇怪了,这下面是有什么东西吗?一直在动来动去。 我去,你们看看这是什么,好像也是刚刚抓的那个小东西。 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,看起来长得有点像乌龟。 难道这是乌龟的亲戚吗? 它还很凶呢,还想咬我哦,这也太可怕了。 给大家看看今天的收获吧,今天来浇菜都能意外捡到这些好东西,真是不错呀。 今天一大早来检查鱼缸的时候,发现我的鱼缸不知道被谁给打翻掉了。 这到底是谁那么狠心呀?看看这里还有一只鱼,估计也是因为鱼缸被打翻掉在地上导致领盒犯了。 这也太可惜了,那就只好先送它回家了。 来看看乌龟也跑出来了,这可怎么办呀?鱼缸里还有很多乌龟的,估计都跑出来不见了。 来鱼缸附近的角落里找找,看看能不能把逃跑的乌龟都找回来吧。 我去,这角落里躲着一只乌龟,这家伙可真会躲,差点没发现它,也不知道它是哪里学来的躲猫猫功夫。 继续来盆栽这边看看,一般乌龟们都挺喜欢躲在这边的呢。 咦,怎么没有看到我的乌龟呀? 原来你这家伙躲在这里呀,感觉它像一只变色龙,眼睛不好使得还很难发现它。 先放进去吧,再来我家的流水口找找吧,乌龟们也会跑到这边来的,流水口那个黑黑的是什么? 我去,真的是我的乌龟呀,你这乌龟就厉害了,这么远的距离都能爬过来,我真的好佩服它呀。 你们说这个乌龟厉害,幸运的是四只乌龟都找回来了,可惜有一只大乌龟没有找到,这该怎么办呀? 先不管了,还是赶紧先把它们放鱼缸里,不然它们又会逃跑出来的。 今天准备在河边打点水喝,突然发现旁边有两个什么东西,咦,看起来好像是两只乌龟,我应该没看错吧? 可是这里怎么会出现两只乌龟呢?而且这两只乌龟怎么不动了,这也太奇怪了吧,这该不会是领河饭了吧? 看这个样子是领河饭了,既然它们领河饭了,那就只好送它们回故乡了。 你们大家快看这是什么东西在这个水坑里游泳呀。 凑近一看才知道这是一只乌龟呀。 这乌龟是刚刚从这个流水口跑出来的,我今天怎么那么幸运呀? 你们看这个洞里有好大的田螺呀,开回家爆炒应该很好吃吧? 咦,前面那个小洞里是什么东西跑出来了呀?好像是一只乌龟,它看到我过来就加速地逃走了,幸好我跑到下游把它给拦截回来了,又成功收获了一只乌龟。 这个乌龟的品种你们认识吗?认识的告诉我一下哦。 我记得有个粉丝说这是火箭乌龟,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继续来刚刚有乌龟的这个小洞口看看吧。 哇,我看到里面的小乌龟了呢,竟然又有一只乌龟,我的天,这些乌龟应该都是别人放生的吧?可能是谁不想养了然后丢弃在这里。 你们看看这里是个啥东西啊?老远我就看见它了,一个绿色的小乌龟。 我的天,这河边的乌龟也太多了吧,难道是泛滥成灾了吗? 咦,前面好像又有一只乌龟趴在那里呢?我去,这乌龟真的好多呀。 一下子又让我收获了两只乌龟,这也太幸运了吧。 给你们看看今天收获到的全部乌龟吧,一共有五只。 现在把这些小家伙都给带回家吧。 今天我路过这个沙滩,发现沙滩上有两个好小的大闸蟹。 赶紧把它们两个给抓起来看看,这大闸蟹的个头有点小,不过还是挺可爱的。 幸好我来之前带了瓶子装水,可以先把大闸蟹放进盆里。 你们看看河面上漂浮的是什么,一个小盒子,咦,这个小盒子好像有什么东西,里面是什么呀? 先不管了,赶快把里面的东西给放出来看看。 哇,怎么又是两个好小的大闸蟹呀,这也太可爱了吧,大闸蟹走路还是横着走的。 这也太可爱了。 快点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爬进去了呢。 把它拿起来一看,竟然是一个乌龟呀,它身上还有泥土,先给它洗洗吧。 竟然还意外收获一只卡通乌龟,这运气怎么那么好? 你们看看,刚刚走在这个盐壁上又看到两个大闸蟹,这两个家伙在这里干嘛呀? 它们看到我来就想逃走了呢? 先不管了,先把它们抓起来再说吧。 看看又是两个大闸蟹成功上货,我这运气也是没谁了吧? 感觉今天都可以红烧大闸蟹了呢? 我刚刚准备回家了,突然又在这里发现两个大闸蟹在这爬来爬去。 它们爬行的速度特别快,还挺难把它们抓起来的。 总算是把这两个狡猾的家伙抓起来了。 最后再来给你们欣赏一下我今天的收获吧。 你们看看放在瓶子里是不是特别的好看。 欣赏完了给点个赞呗,谢谢大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